截安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 正式召开 乡长游书甄率个客室主管出席 进行实证报告 也特别表示 0403大地震发生以来 感谢主席邱美云 副主席黄金发以及代表们 给予公所团队友善监督与信赖 也支持投入各项救灾行动 协助乡亲尽快安稳身心 恢复正常生活 截安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 其好开议 乡长游书甄率领公所各客室主管 进行实证报告 而主席致辞时 肯定公所团队在0403大地震之后 所做的关心灾民 协助灾民等各项工作 灾后的修复 做散尽职责 完善灾后的统整 在统整家园路上 吉安乡团队 真心付出 温暖陪伴 让大家 不守目睹 也感受得到 吉安乡长游书甄则表示 感谢代表会的支持与信赖 让受灾乡亲看见希望 而过去的一年也让公所团队 在市政满意度上获得乡亲高达90多分的肯定 乡公所团队也将会持续打造 适性移居的吉安乡 苏生针对于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 交出一份施政满意度以及乡亲的调查总计表 针对于乡亲高满意度的一个施政作为 也要谢谢代表会全力的友善监督 让吉安乡公所奋力精进在整个施政上面 针对于乡亲临贵的一个服务满意度 跟我们临贵的执行人员 还有整个配套执行的这个部分 给予我们的公所100%的满意度 宜居安养退休 适性在吉安 从今年504位出生率的宝宝 也能够再次认证在吉安 是一个适性孩子成长的好地方 在我们的老人福利也下修我们的敬老基 从65岁以上就能够来作为一个 鼓励跟我们的一个敬老 游淑珍表示 未来将持续努力实践乡亲所托付的任务 广纳民意建言 携手营造安全幸福 优质依据的乡臣努力不懈 记者综合报导